接下來就是要再畫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部分就是做例年切到折線圖的按鈕 按下它之後自動把例年切到折線圖幫我顯示出來 當然可能會需要做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各位可以看到 我可能做第一個動作是把我的工作板名稱改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我們原來的工作下載之後 這邊的工作名稱叫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置 UTA等等很長一串 我覺得這個名稱不OK 所以我第一個動作會把它改一下這個名稱 所以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假如說你希望把它寫到程式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改的方式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 如果你要改可以加一行去數就可以了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按鈕的最下面 下載完之後再改 比如說call插入欄之後 最後再改 改的方式的話就是 目前的工作表叫 目前工作表叫Active 活動當中的工作表叫Shit 這個應該常看到這邊也有 ActiveShit 這名稱叫點名稱 它的名稱等於什麼呢 等於資料兩個字 所以也許你們在這邊補一個資料 這樣的話他就會幫我把原來的公共名稱換一下 因為我這邊有改了 之前沒跟各位講 所以有的同學沒改那就錯了 所以這邊設一個中段點試試看 再跑一次 然後他可以 再跑一下 下載 然後再插入欄 插入欄最關鍵的地方 不過我已經改了 那他應該不會 那我把它改 改回 假設了 北市切到 名稱假設 改這個 那如果經過這一行 Active 目前工作表的名稱改資料 改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確保說 他的名稱一定是這個 那為什麼一定要確保 因為後面我抓的那個 名稱一定是 把這個工作表叫做資料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再加一下這一行 那再來的話我希望在旁邊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都按下他 就例年切到折線圖 自動幫我增加在前面 那這個我已經寫完了 在雲端上集也有 例年切到折線圖 一個Sup 那因為我分兩段 一個是表 一個是圖 所以呢最後的話我希望把這個按鈕 我先把它做到這邊好了 這個名稱按右鍵 叫做例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我把它放這邊 那實際上它是先畫出表 再畫出圖 所以呢我這邊就兩個 兩個sup 一個分別是樞紐表 一個是樞紐圖 那我run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按下它 有沒有它先把樞紐表給做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會先run一下 樞紐表做出來了 就長這樣 再來樞紐圖 就把圖畫出來 當然其實最貼心的應該 再把它切回來 那更貼心 OK 再切回來 那就會更完備了 所以假設你初次都想到的話 那其實run一個資料 其實還滿有成就感的 OK 那怎麼做 基本上這個是我們要做的結果 所以我分兩個部分來說明 一個是叫做樞紐表 簡稱樞紐分析表 簡稱樞紐表 一個樞紐圖 那做的方式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程式寫完大概基本上 程式大概就長這樣 老師程式好長喔 這怎麼產生的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是錄製的 OK 那你說錄製要怎麼錄製 其實就是把你之前做的動作 彩排一下 然後總共會有幾個步驟 從1到5啦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我也已經寫好的 其實這兩段程式馬 已經在雲端上面了 那如果假設你怕說 有一些動作忽略的話 你可以參考那個 就是在雲端上面 在這裡 在第16頁 第16頁這邊有個樞紐表 這個樞紐表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步驟 第一個步驟 有沒有 第二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先跳過 因為這個是後面寫的 因為這個是後面寫的 就是1 其實從2開始 2 3 4 5 OK 那你說那歷年切到摺線紐 到底怎麼做的 我們先來看 樞紐表 首先的話 我先把這個刪掉一下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來完成那個 錄製樞紐分析表的這個聚集 不過跟各位講 這應該是今天這個 課程裡面最難的部分 最難的 我一看就知道 城市非常隆長 每個地方都很重要 我覺得寫城市就要細心 OK 所以你夠細心 城市我想應該比較不 因為城市一個地方都不能出錯 所以其實像這種城市 我反而發現 女生應該比較佔優勢 因為女生比較小心 所以 只要你對的步驟 那應該也OK 像我是想要犯錯 怎麼辦 所以我可能試了非常多次了 看起來好像 老師你做得很順 你不知道背後我已經做了超過100次以上了吧 OK 恐怕還不止了 所以才有這麼辦法 這麼純熟 每一次每一次錯 根本找不出問題怎麼辦 我還能問誰嗎 OK 所以只好自己一定要反覆反覆試 一次一次一次的試 終於成功了 OK 而且訪先 各位去找找看 有關樞紐分析表的書 還都沒有講到聚集 那邊講到VBA 很多都只有單單講樞紐分析表怎麼用 他還沒講你寫城市的 那你VBA裡面也很少講樞紐分析表 所以這個有些東西是我自己把它踹出來的 所以我只是把我踹出來心得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一樣喔 我們油要放在這裡面 然後我先彩排 所以有沒有 錄字距離我前面講過彩排 那彩排的動作現在會做一下 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然後確認範圍對不對 A1到H的356 應該沒錯 按確定範圍沒錯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要判斷年的話 之前是把年拖拉到列對不對 跟各位講 如果你錄字距離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 請你先拖拉到直 OK 再拖拉到列 OK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要顛倒過來呢 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錄字距離如果先列再直 跑出來結果會錯 但是如果先直再列 跑出來就不會錯 OK 這個應該 那你說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我目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錄下來就是會錯 後來我發現 顛倒一下 居然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應該也不能算他的bug 不過我覺得 好啦 反正他可以讓於優先 那至於說 為什麼 也許如果不要有時間 同學可以找找看 為什麼 他放 記得先直 再列 OK 就是不能先列 再 所以這個拖拉 記得把年拖拉到直 把年拖拉到列 這邊就有了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只要104到111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不要 這兩個 這一個不要 所以這邊點一下 把10102跟112把它delete 拿掉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彩排完 最後還有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改成 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這個步驟之後 就要來開始錄製了 好彩排完成 沒問題 接下來呢 我就先 什麼 開發人員 然後這個要 錄製聚齊 那名稱的話 叫樞紐錶好了 OK 有點複雜 所以你動作不要做錯 應該我覺得應該沒問題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我把它蓋過去好了 因為我前面 我剛剛有做了一個 我先把它覆蓋 好 所以你NG蓋過去也沒關係 好 所以Step1 插入樞紐分析表 沒問題 第二步的話呢 就把年拖到尺 再把年拖到列 OK 也沒問題 第三個呢 就是把這邊 把102 103 跟112 把它隱藏起來 按確定 好 結束了 結束完之後 在開發人員這邊 把它停止錄製 這樣就OK了 好像還差一個 這個改名稱 不過你說老師 改名稱後 沒關係啦 自己改 還記得吧 其實我們只要加那一行 ActiveShoot.name 等於 雙引號 歷年切到折騰圖 也可以啦 所以有些地方你會寫 你自己加就好了 你不用特別還 還為了這個還重新錄製 OK 沒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 剛剛的那個程式 找到 在哪裡呢 聚集裡面 有個樞紐表 然後編輯 或者你用VBA裡面找也可以 其實VBA找的話 從這邊 那應該是Module 2 如果沒意外的話 在這邊 樞紐表出現了 在這裡 OK 然後他就幫你錄下 這麼多的程式 只是說這麼多程式 有些其實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有些其實可以留下來 那至於哪些要去 哪些要留 那也許你們先錄製看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後面的部分